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理气药 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理气药叫乌药 乌药来源于张科竹乌药的刚造的快根 乌药性味、心温、硅、肺脾、肾、肾、旁观精 这个我们看一下它的硅精 基本上是上、中、下、三角都有 乌药的性能特点 新温相伞 上角入肺经 中角入脾经 下角可以达肾与旁观精 乌药善于行气、散寒、温胜、止痛 主要用于三角含黏气质、猪痛 以及延续胰尿、尿瓶 乌药的功效 行气、止痛、温胜、散寒 主要治疗的病症 用于行欲气质 引起的胸梦、邪痛、汪腐、胀痛、上痛、痛经 这块强调它是含痛、含气引起来的疼痛 乌药它可以散寒、止痛 乌药还可以用于胜养不足 旁观虚寒、引起的小便、瓶数、疑尿 那乌药的特点 配偶特点 它一般配偶抑制忍、伤药 乌药性瘟 可以温胜、散、膀胱、冷气 抑制忍性瘟 可以暖胜、固静、缩尿 伤药性瘟 可以补气原因兼收色 三药配偶 补肾缩、缩尿力浅 又补肾、灶热 用于治疗 胜虚、尿、尿、尿、瓶 乌药的用法、用量 健康内服 6到10克 也可以入网散 需要注意的是 乌药和其他理器药一样 都是心相散 都容易耗气、伤阴 那之前我们都了解了 那这类型药物呢 它对于就是 寄阴不足 或者是有阴心内热者 这类人穷呢 要慎用 最后呢 我们归纳一下 乌药的 这个功效特点啊 它是温性的 它是心温相散 可以入肺经 入脾经 入圣经 分别是上、中、下、三交 它可以 行气、散行、温胜、止痛 它主要是 强调的是止痛 它主要用于这种 寒欲气质 连起来的各种疼痛 比如说 雄梦、邪痛、汪腑、胀痛 上气、疼痛 还有女性的痛经 这是止痛方面 还可以用于 肾炎虚 肾炎虚呢 表现为就是 小便、瓶术、饮尿 或者小便、清肠 这种情况 肾炎不足 膀胱虚寒 引起来的这种 小便的这种 气素多啦 或者是有饮尿啦 这些情况 这是乌药的作用特点 常用配舞呢 是乌药和抑制人商药 这些药物进行配舞 配舞以后呢 补肾缩尿的力量增强 又不肾灶热 所以用于肾虚饮尿 效果较好 好 乌药呢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